好,我们一起来鉴赏一下这两句诗 那么可能诗词的鉴赏真正接触是到我们的初中阶段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首先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 山是什么样子?空的 雨是新的 这里马上呈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环境 用这样的一个大手臂所勾画的这个雨后山村的这样一种自然画卷 清新宁静但远之静就如在目前 空字你说非常的空灵 天高云淡的感觉万物空灵之美 那么诗人隐居于此是那样的闲适 并且他能够把这里描绘的这样的一种清新的状态足以见得 他对这个山水间怎么样 真的是非常的热爱的 非常喜爱的 对吧 好 天气晚来秋 有这样的山 并且这个雨是什么呀 新的 刚下过 这空气有可能都是什么呀 特别清新的 对吧 好 下面这也是名句啊 明月松间照清泉时尚流 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句啊 我们经常说有一个诗人 哎 他的诗作呢被人称作为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是谁呀 王磊 嗯 也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山居秋名的 写山居秋名的王磊 我们再来看这一句就知道了 首先 这个格式上 它是对仗非常的工整的 明月对清泉 松间对时尚 照对流 对吧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对仗很工整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被雨后洗 被雨水所洗涤的这样一种松明啊 一尘不染 并且清脆欲精 而这个山石怎么样啊 显得格外的这个 哎 晶莹透亮 哎 石头的石啊 就连月光 就照下来的月光 也像被清洗过一样 明亮 小节 山雨会成的鼓鼓清泉啊 怎么样 哎 顿时流淌一时机而上的这样一个石板上 又顺着山剑呢 这个蜿蜒而下 然后呢 发出从从的清脆月耳的这样一个欢唱 欢唱 对吧 哎 比如说 哎 这个水 登登登登 往下流 那种水流动的声音 对吧 好似婉转的小夜曲奏鸣 并且在这里你看啊 照和流 一个是从上这个月光照下来 流 水流下来 月光照下来是什么 动还是静 静静 哎 水流是什么 动静 所以说啊 这样的一上一下 一动一静 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的这样一个描写 非常的好 那么仿佛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这样一种生命力 这种哎 脉搏在跳动的感觉 此时此刻啊 诗人也仿佛觉得自己也被洗礼了一般 哎 自然的美与心静的美完全融为一体 创造出如水月静般的什么呀 纯美诗静 此种禅语非隐居者莫属了 哎 苏氏 此连誉为怎么样 诗中有话的典范之作 所以说啊 这句写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哎 并且在明月清全啊 清澈的 就明亮的 对吧 都修饰的非常好 并且哎 相得一张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一种非常静谧的哎 唯美的画面 对吧 所以说哎 这首诗大家可以背下来 并且这里面的这些哎 词的用法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啊 啊 好 下面我们就到了诗中之东了 看到了这个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 这个这首诗是小达老师 在小学的时候的确是背过的 但是当时跟你们一样是怎么背的 江洋雪 柳宗元 千尘鸟飞绝 万金人宗面 啊对吧 就是这样 还有吗 哎 孤独梭丽风 读掉寒江雪 就是一直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万金人宗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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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有意味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 其实就是对江雪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哎 非常形象的这样一种绘画 千山鸟飞绝 没有鸟了 万金人宗面 也没有人 孤舟梭丽风 独掉寒江雪 孤独 哎 特别安静的 特别幽静 特别孤独的这样一种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他塑造的是一种 俊杰清冷的这样一种艺术境界 首先 孤舟梭丽风 其实这是一个整个画面的最中心的一个主题 对吧 主人公 哎 似乎是作者描绘的中心 占据了画面的 哎 总体 这个主人 主体地位 那么这位梭丽 宗次 余温呢 生披梭丽 独自坐在这样一个小舟上 垂轮长调 好 孤和独二字 已经显示出 他这样一种远离城市 并且甚至揭示出 他这种清高脱俗 物傲不群的这样一种 什么样 个性特征 也就是说 哎 我就要自己一个人待着 我不想有吵闹的人来打扰我 我也不想待在吵闹的地方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 好 作者呢 除了对主人公的这样一个形象 他的这种心境有了非常突出的描述之外 还对他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进行了一番精心的铺设 哎 精心创造了一个广袤无垠 万籁俱进的艺术背景 远处是什么样子 远处是什么样子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个图 远处是山峰 千山啊 对吧 远处是松软总立 万静纵横 然而 山无鸟飞 静无人踪 没有鸟 没有生鸣 没有人 对吧 往日沸腾喧闹 处处生机盎然的自然界 因何 哎 这般此迹呢 为什么 江雪 一场大雪 纷纷扬扬 覆盖了千山 遮蔽了万静 哎 鸟不飞 人不走 冰雪送来的这样一种寒冷啊 制造了一个白矮矮冷清清的世界 这幅背景 强有力的衬托着这个孤 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孤丹的这个鱼翁啊 单薄的声音 那么单薄的声音 此时此刻呢 他的心境该是多么幽冷孤寒啊 这时作者采用昏脱渲染的手法 极力描绘余温 垂掉时候的气候和景物 哎 淡笔青涂 只数语便点染出 俊杰清冷的这样一种氛围 哎 所以说啊 这个画面 如果要画的是话 是一个简笔画 其实就用简笔 几笔沟漏就可以出来 人在垂掉 哎 远处是千山 白白的雪 对吧 特别安静的这样一个环境 似乎我觉得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感觉是这样 说不定已经没有人气了 对吧 他似乎是在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做着自己最想做的安静的事情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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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